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公布日期 民国90年10月31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保障职业灾害劳工之权益 加强职业灾害之预防 促进就业安全及经济发展 原制定本法 本法未规定者 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2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公布日期 民国90年10月31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2章 经费来源 用途 管理及监督 第3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自劳工保险基金 职业灾害保险收支 结于提拨专款 作为加强办理职业灾害预防及补助参加劳工保险 而遭遇职业灾害劳工之用 不受劳工保险条例第67条第2项规定之限制 其快计业务应单独办理 前项专款 除询预算程序由劳工保险基金 职业灾害保险收支 结于一次提拨之金额外 并按年由上年度收支 结于提拨40%以上 60%以下之金额 第4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编列专款预算 作为补助为加入劳工保险 而遭遇职业灾害劳工之用 其快计业务应单独办理 以第33条及第34条所处之罚款 应拨入前项专款 第5条 前2条 专款之收支 管理及审核事项 由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劳工保险局办理 并由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劳工保险监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及审议 劳工保险机构办理本法规定各项业务所需费用 由医劳工保险条例第68条规定编列之预算之印 第6条 为加入劳工保险而遭遇职业灾害之劳工 雇主为医劳动基准法规定予以补偿时 得比照劳工保险条例之标准 按最低投保薪资申请职业灾害残废 死亡补助 前项补助 应扣除雇主以支付之补偿金额 依第一项申请残废补助者 其身体移存障害虚实和劳工保险残废 及付标准表第一等级至第十等级规定之项目 及及付标准 雇主依劳动基准法规定给予职业灾害补偿时 第一项之补助的余底冲 第7条 劳工因职业灾害所致之损害 雇主应付赔偿责任 但雇主能证明无过失者 不在此线 第8条 劳工保险支费保险人 在保险有效期间 于本法施行后遭遇职业灾害 各项劳工保险局申请下列补助 一 罹患职业疾病 丧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 经请领劳工保险各项职业灾害及付后 的请领生活津贴 二 因职业灾害至身体移存障害 丧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 适合劳工保险残废及付标准表 第一等级至第七等级规定之项目 的请领残废生活津贴 三 发生职业灾害后 参加职业训练期间 为请领训练补助津贴 或前二款之生活津贴 的请领生活津贴 四 因职业灾害至身体移存障害 必须使用辅助器具 且为依其他法令规定领取器具补助 的请领器具补助 五 因职业灾害至丧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 却需他人照顾 且为依其他法令规定领取有关补助 的请领看护补助 六 因职业灾害死亡的给予其家属必要之补助 七 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有关职业灾害 劳工支补助 劳工保险效力中止后 劳工保险被保险人 经医师诊断罹患职业疾病 且该职业疾病细于保险有效期间所致 且为请领劳工保险给付 及不能继续从事工作者 的请领生活津贴 请领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 第五款及前项支补助 合计以五年为限 第一项及第二项补助之条件 标准 申请程序及合法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 为加入劳工保险之劳工 于本法施行后遭遇职业灾害 符合前条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者 的申请补助 请领前条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五款之补助 合计以三年为限 第一项补助之条件 标准 申请程序及合法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条 为加强职业灾害预防及职业灾害 劳工之重建 事业单位 职业训练机构及相关团体 办理下列事项 的向劳工保险局申请补助 一 职业灾害之研究 二 职业疾病之防止 三 职业疾病医师及职业卫生护理人员之培训 四安全卫生设施之改善 与管理制度之建立及机械本职安全化制度之推动 五 劳工安全卫生之教育训练及宣导 六 职业灾害劳工之职业重建 七 职业灾害劳工之职业辅导评量 八 其他与职业灾害预防及职业重建有关之事项 前项补助之条件标准与申请程序及合法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公布日期 民国九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七九八六 第三章 职业疾病认定及鉴定 第十一条 劳工已有职业疾病 应经医师诊断 劳工或雇主对于职业疾病诊断有意义时的减附有关资料 向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申请认定 第十二条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未认定职业疾病 确保罹患职业疾病劳工之权益的设置职业疾病认定委员会 前向职业疾病认定委员会之组织 认定程序及会议 准用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之规定 第十三条 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对于职业疾病认定有困难及劳工或雇主对于直辖市 县市 主管机关认定职业疾病之结果有异议 或劳工保险机构于审定职业疾病认有必要时的减附有关资料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鉴定 第十四条 中央主管机关未鉴定职业疾病 确保罹患职业疾病劳工之权益 应设职业疾病鉴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 鉴定委员会至委员十三人至十七人 由中央主管机关临聘下列人员组成之 并指定委员一人为主任委员 一 中央主管机关代表二人 二 行政院卫生署代表一人 三 职业疾病专门医师八人至十二人 四 职业安全卫生专家一人 五 法律专家一人 委员任期二年 其满的续聘之代表机关出任者 应随其本职进退 第十五条 鉴定委员会应由委员超过二分之一出席 且出席委员中职业级病专门医师 应超过二分之一 使得开会 开会时 委员应亲自出席 未提供职业级病相关资料 鉴定委员会于必要时 得为请有关医学会提供资料 或于开会时派员列席 鉴定委员会开会时 得是案情需要 另邀请专家 有关人员或机关代表一并列席 第十六条 中央主管机关受理职业级病鉴定之申请案件时 应即将有关资料送请鉴定委员会委员做书面审查 并以各委员意见相同者四分之三以上 决定之 未能依前项做成鉴定决定时 由中央主管机关送请鉴定委员会委员做第二次书面审查 并以各委员意见相同者三分之二以上 决定之 第二次书面审查未能做成鉴定决定时 由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全体委员开会审查 经出席委员投票 以委员意见相同者超过二分之一 决定之 第十七条 职业疾病鉴定委员会认有必要时 得由中央主管机关安排职业疾病鉴定委员 依劳动检查法会同劳动检查员至劳工工作场所检查 集业灾 集业灾害 集业灾害